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3月12日 星期五的收視Ground 還有陳議題 總結港股確訊 美國正式簽署1.9萬億美元的新紓困計劃 而美股的三大指數都強小 不過去到港股方面 就在高開之後大赦 行至高開164點後快速轉跌 美國十年期債息突然間 秋星度1.6里的水平 大市跌幅獲大最多下賽678點 收撥28,739點 跌645點 跌2.2% 禮拜內失守了2.9大關 又跌359點 跌1.2% 國市收撥11,172點 跌167點 跌1.5% 降州下賽120點 跌8.1% 而科指收撥8,456點 跌183點 跌2.1% 降州下賽178點 跌2.1% 大市成交金額2153億 廠榜股幾乎可以說是集體就低 港加數和匯控分別下賽1.7% 以及2.5% 友邦去年賺少了3.3% 期內的新業務價值跌3.3% 不如預期 今日收撥96元 大跌5.3% 在籃籌之中佔底 同樣在放榜後向下的港鐵傳言凝鑽規48億元 跌4.3% 科技股大多高低軸 不過小米就有8億回購提供助力 股價升4.1%在籃籌之中領先 同時騰訊和美團以及刊同被內地反弄斷機構罰款的阿里 下跌0.7%至4.4%不等 內房股表現強勁 亦視向好 華欣之地不跪沿中海外 佔據藍首升幅第3度第5位 推升0.6%至0.8% 融創中國去年多賺3.7% 派末期息1.65元人民幣 股價大升7.1% 收補32.4% 物館股分亦有好表現 除了融創服務收補23元 大升5.5%以外 新成月去年賺4.5000萬元人民幣 其案年大增6成 股價創到23.7%一個月新高 收補22.9% 標升近1成2% 今天的收視個Round 先到這裡 下星期回來再見